十二 大公部 律師的職責與法治建設 2015年7月15日大公評論 A.11 讀者來稿 知7月11日 內地人民網 新華網聯合發布消息 引起內地法律界的高度關注 消息稱 公安部近日重拳出擊 摧毀由北京風銳律師事務所謂平臺 自2012年7月以來先後組織策劃的四十餘喜敏感案事件 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重大犯罪團火 找獲一批商戶勾結的打呼與 維權旗號的死俠律師 訪問和推手 此一消息猶如重磅炸彈 一出職引起強烈的討論 相對於普通民眾的直觀感受 法律界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認為 這是針對律師的打擊 不能接受 有的則認為 律師不應當以違法手段去達到目的 應當嚴懲 有的則從法治建設的角度認為 應當保護律師 事件亦引起境外的連串評論 一些政治人物更是發出針對中國政府的譴責 法言論 保護律師 尊重律師 可被視作是完善法治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此社會早有共識 但是如果拋開意識形態的對立 律師固然要受到應有的法律保護與尊重 但律師同樣要受到法律的約束 律師應違法治汗為者首先 律師的責任與職責所在 首要是要體現在法庭 在法庭用法律去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 律師誓詞當中有一句話 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 維護法律正確實施 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句號 沒錯 律師作為一名專業人士 理應承擔起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責任 但是 如果律師不從法律渠道去爭取 不在法庭上通過辯論去贏取官司 而是通過其他手段 例如軒然話題以引發公眾主義 甚至以不合法手段去達到目的 破壞社會秩序挑起紛爭 相信者並非公眾所認可的 律師與其他公民一樣 並沒有任何豁免權 觸犯法律 也需要受到法律的約束與制裁 其次 按官方媒體所公布的情況 此次涉判的律師有多名 似乎給律師污名化 然而 一個客觀事實時 截至2014年底 全國共有執業律師27.14萬人 律師時無所22,200多家 此此不過是授名律師受牽涉 只佔一個極小極小的比例 不應當將此事事作示整個行業的問題 以個別看例以看待似乎更加合適 絕大多數律師都是身負正義感 忠實理行自身責任的法治捍衛者 也支持並認可維護正常秩序的重要性 守法不應有例外在者 維護法治應當沒有例外 依法治國更不應當有例外 如果說一些權貴犯法不能受到政治保護的話 那麼 律師又有何理由不去淺行自己的職業要求 抛及律師這一職業的特殊性 凡是一名普通的公民 都應當努力維護法律的尊嚴 維護法治精神 最後 不得不提的事 此案被境外媒體已對維權律師的集體打壓之名作出攻擊 令事件變得更加複雜化 也無無聊案件的核心與焦點 一些境外極右媒體更是 觀之以法西斯之名極盡攻擊之能事 事件已變成對中國政府的政治攻擊 更是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面 例如 美國著名反華眾議員斯密斯特斯密斯承認自己會見過被捕的律師 並稱 我們目前所面對的是一個對外更加咄咄逼人 更加是無忌憚地在網絡領域盜視美方資訊 對內預加快速鎮壓其見的中國政府 這些平日高呼發治的政客與媒體 已經拋卻了語言藝術 在他們眼中 律師是否違法已經不重要 重要的事 違反了哪一國的法律 此案應當以理性觀之 而通過事件 也可讓民眾進一步思考法治、法律、律師三者之間的關係 也就是說 採握與非有限的法律 此案應當中生病官 在這意識形態上